靖平 顏德發背後有太陽旗嗎 照這樣的情況看 很快喔 我想說他們可能把這個國軍的這個地位 過去這個國軍跟日本打過一仗 那現在幾乎把他這個過去的歷史恩怨情仇 你擺在一邊 忘記了就算了 你反而奢望說日本會出兵保台 這把臺灣回到當初的這個滿清末年的這個 連牡丹社事件都不如的這個時代 如果臺灣真的這個戰略地位這麼重要 在不管是過去二戰時期 日本在戰敗之後 無條件割讓這個 把這個當初從滿清政府割讓的臺灣澎湖 這些所有的這個島嶼歸還給中國 那日本當初可以堅守 他甚至因為很多人講說他可能二戰沒有條件 沒有辦法談這個 但是以日本今時今日的這個地位 他怎麼可能去做這樣的一個乾冒 這個自己國力是大不會去打中國呢 去跟中國大陸開戰呢 所以今天顏德發的邏輯 我真的聽不懂也看不通 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想 不管是剛剛我們上一發講的 美日安保 或者是這個臺日之間的安保 蔡英文的確是喊給美國跟日本 右翼勢力還有透過這樣的一個媒體 跟安倍政府施壓 因為你看這個去年 在去年六月 吳釗燮其實當時用外交部長身份 就接受過產經新聞的專訪 同樣提過這樣的論調 結果呢 無消無息 日本政府 不讀不回 不是以讀不回 是跟不讀不回 他最好有任何動作 明年二零二零年是幹嘛 日本要辦東京奧運耶 他要不要得到大國的中國的支持啊 他要不要他現在剛剛董哥才講 六月習近平要去日本 安倍經常一直想去中國耶 他們現在行錯兩國領導人 在互訪的氛圍 最好是你這個時候來講 這個日本畢竟會派兵保護門 連美國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這個構想或狀況都不得而知 你還深想說日本來 美日他們本身就有既定的 美日安保架構 而且所以美軍就駐日在 駐日本基地 但是想想台灣 台灣除了要變成日本這樣的一個國家 被美國所這樣子托管嗎 還有就是 你要把台灣到了這個戰爭的邊緣 把美國跟日本的勢力拉進來 去跟中國看什麼 這個人是異想天開 那到底在想什麼呢 他可以幫日本政府發言說會派兵 但他不敢幫菲律賓發言 這個就是你要做壞事 你要做的前後一致啊 那我們在看這個日本的這個記者 他還問 日本跟台灣一樣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 這不是蔡英文的答話 這是日本記者的問話 離譜不離譜啊 這個 你會不會太過分啊 一樣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 有關伴隨軍事威脅的安全保障的情報分享 總統認為在有立即威脅的軍事情思上的交換跟分享 台日之間的合作有可能性嗎 希望在哪裡呢 在哪裡合作呢 那下一個問題 您提到網軍威脅的嚴重性 包括台灣的九合一選舉 相信也受到傷害 他都判斷了喔 所以你們國民黨九合一大選 就是因為網軍威脅喔 能否具體說明在哪些問題上 遭受中國假消息的影響 破壞台灣的民主機制 真的全世界有記者是這樣問話的嗎 好 然後蔡英文總統就講了 他說還有一些比較不明顯的其實也存在 一些不明顯的攻擊 甚至於和這裡的一些與政府在選舉裡面是競爭關係的他方 就是在野黨啦 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所以造成在選舉上的衝擊也是有的 就是說一樣 日本記者把答案提供給蔡英文 你們就是因為中國網軍的關係 你們國民黨才贏的 世維 志賢姐 你這樣子練下來 我會覺得講說 這是專訪嗎 這是什麼 置入性行銷啊 就是為了選舉而置入的啊 對不對 你看他講的那些話 都是過去民進黨 他們這一個陣營他們所講的啊 你明明這個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以前蔡英文總統 做陸委會主委 他是講說各表一中 這立法院公報我們都講很多次了 好了 那個是國家為統一之前 一個中國 剛剛這個莊教授所說的 這個2758號聯合國的決議文 引用過來的 那既然是聯合國的 全世界認同的聯合國一中 那你一中要講 我們講中華民國 他們講中華民共和國 所以我們講一中各表 你現在人家1月2號 習近平講的這一個九二共識 然後你民進黨就 故意把它畫上等號說 是一國兩制 好了 那不要忘記了喔 1月16號 國台辦還針對你民進黨 把這個九二共識 畫上等號 一國兩制 還特別出來曾經講說 這是你民進黨政府 自行的一個解圖 沒有這樣子喔 還為了這個 不是一國兩制 是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 還特別國台辦 開了記者會出來 什麼時候國台辦會這樣子 特別開記者會 好啦 那你今天講說 你日本 你知道日本 這個部分過去 我們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不要忘記我們台灣 已經光復了 我們都要講說 要自己當家做主 結果你現在又講說 你又去煤日 然後你又把日本跟台灣 然後連結在一起 好啦 現在講說 一直營造就講說 兩岸會打起來 兩岸會打起來 然後打起來的時候 不用怕不用怕 然後日本一邊 跟美國一邊 都會派兵過來 你又要營造 跟老百姓講說 兩岸快要打起來 快要打起來 然後你又去告訴講說 不用怕不用怕 日本跟美國會過來 我搞不懂耶 你自治專訪嗎 你真的在自入行行 你是為了你下一次選舉 你是在恐嚇台灣的人民 講說 你看到大陸那邊 都一直對我們這樣子 不友善 不友善 然後這樣子 我們還是很強悍 可是我 我經常在說 你自己在說 自己講爽的 自己講爽的 然後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連屁都不敢放 結果呢 你現在講說 等一下日本 日本一個記者 他會代表他政府機構 來跟你講說 他會怎麼樣 對你怎麼樣子嗎 然後甚至於講說 我們台灣的國防部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防部長 會告訴你國會的議員 講說 如果萬一兩岸打起來 日本會過來救 我請問這些老前輩 823炮戰的時候 日本多久才炮 才把那個大炮拿過來 對不對 還是要有時間的 而且當時823炮戰的時候 大陸的國力跟現在不能比 是啊 日本不要想別的 不要想說軍事怎麼樣 都不要提了 他叫做14億人口的市場 他講說拿哨把 人家送哨把過去 他不收 連武器都不收 當時其實還有邦交 日本跟中華民國 現在都沒有邦交 現在日本的邦交是大陸 當時有邦交 而且還只能做 不能說 順著董哥跟他講的一句話 你要讓人民老百姓 相信日本或美國會派兵 你先告訴我 日本可不可以把 這個釣魚台的一個 這個魚拳 還有那個沖之鳥交的 魚拳給我們 如果他能夠給我們 現在可以給我們 我們老百姓就相信 相信我也不要為台獨打仗 拜託 要台獨的人自己去組一個軍隊 自己去打好不好 然後可不可以從我們 中華民國脫離出去 不要用我們的公堂 我也不要繳稅給台獨的人 好嗎 大陸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只有兩個條件下打台灣 而且一定打 非打不可 一個是台灣台獨 另外一個是 外國勢力介入 那蔡英文現在是 一邊台獨 一邊找外國勢力介入 他是拜託大陸一定要打嗎 所以難怪大陸的網友 都好喜歡蔡英文 他們覺得他們真的是 他真的是 對於統一 統一大業有付出非常良多 因為如果沒有蔡英文這樣 可能真的統一還沒那麼快 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 日本記者問到了福島的食品 核食解禁的事情 你看人家該問的就要問了 然後還有說 怎麼樣要用WTO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食品解禁的問題 所以食品一定要解禁 用什麼方法你們自己去想 怎麼樣 我們已經公投過了 當然記者說公投被否決 但總統也多次表示 台灣要用WTO的精神 在雙方可以接受的方案之下解決 就是一定要開放 公投算什麼 老百姓的民意算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日本 《產經新聞》這個記者 在對一個國家的元首 做訪問的時候去問這種問題 很不妥當 太知竭啦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完全不了解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可以這樣講 蔡英文在接受《產經新聞》 訪問的時候 光光憑他這一篇訪問稿 就可以以判亂罪 來起訴蔡英文 判亂罪 內亂罪對不對 刑法100條 對 意圖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或以非法制方法 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 而你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 要強暴或脅迫 但他已經破壞國體了 竊據國土了 變更國憲 可是這個法律有毛病 因為這個法律容許 你只要不是非法的方法 變更國憲 你只要不是強暴或脅迫的方式抬獨 就沒罪了 以前沒有這幾個字 後來加了這幾個字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啊 蔡英文當過陸委會的主委 所以對這個問題他不是不知道 對 是吧 他宣誓就職總統的時候 他講什麼大家都很清楚 他開口從頭到尾沒聽到 講到中華民國啊 都講台灣台灣啊 然後稱對岸中國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這是什麼意思 對 所以說這個已經就背離了 他當初宣誓 效忠保護中華民國憲法的這個事實 對 所以說呢 台灣現在亂就這樣亂吧 也就是說當權的人 不知道自己要該做些什麼 搞到最後只怪說下面的人 總不跟我 不聽我的話 不跟我團結 是吧 所以說我們現在台灣會亂 就是因為在上面的 都已經亂了套了 然後呢 現在講幾十萬 民進黨就是 完全符合組織犯罪條例啊 對 他是 而且是高級犯罪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毀滅中華民國啊 對 他竟然都 都沒有人去動他 我告訴你 這個結果是怎麼樣 很簡單 兩條路 一條就是 變相鼓勵大家 起來 也是用非法的手段 來抗暴吧 另外一條 就鼓勵大陸啊 出兵平台嘛 就變這麼簡單 也就是說 你自己的正當性都沒有了 我現在問你 你現在問年輕人 問那個三十歲以下的人輕人 他的國家 國主認同 已經全部都模糊化了 對 講幾老實話呀 我在這要講 台灣現在最糟糕的是什麼 從 蔣經國提出三步以後 就不接觸 不談判 不妥協 三步 其實是什麼 就是拒絕統一嘛 那他有 那時候的時代背景 因為蔣介石回台灣的時候 還真想要反攻大陸 東山反擊戰 結果煞以而歸 美國人嚇到了 就 致辭老蔣反攻大陸了 對 所以那時候啊 我們跟你講 反攻大陸只是口號 但是 不能做 那 當 大陸對台灣提出 和平統一的時候 他就講 三步 那三步的結果是什麼 我們從長 歷史長鏡頭來看 三步的結果就是替 台獨啊 提供了發展的臥土嘛 對 那台獨不管你是兩個中國 還是一中一台 都是獨立 所以李秀蓮 才會有那麼自豪的 想要跟華獨啊 來喊話 但我在這要告訴你 最讓人家擔心的 就介於 這個三步跟啊 台獨中間的 所謂的維持現狀 這個維持現狀 我們磨磨良心 如果維持現狀 可以讓台灣越來越壯大 那也無所謂 但現在事實告訴我們 維持現狀 只有讓台灣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封閉 越來越沒希望 維持現狀 結果是什麼 慢性自殺 就這麼簡單 維持現狀 台灣維持了幾十年之後呢 就慢慢地走向了摔亡的路 但是這幾年 這條摔亡的路 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但是還是 他們還是說 要維持現狀 這個吳釗燮 是外交部長 他乾脆直接把對岸 當成敵國 什麼都是中國打壓 他到立法院做業務報告的時候說 在台灣對外關係方面 中國並未停止進行打壓 包括什麼什麼什麼 反對台灣跟其他國家提升關係 擴大一中原則 國際標準化 甚至以假消 假訊息干擾 這個完全是呼應 蔡英文接受專訪的內容 是一模一樣的 是在執行蔡英文的政策 然後第二點 他說中國近來面臨許多嚴峻挑戰 不排除北京當局為了轉移 目前面臨的內外交迫壓力 近期內會藉機加強 謀奪我的邦交國 跟打壓我國際參與的力道 跟可能性 好 3月4號 他說的確有掌握到部分邦交國有狀況 中國大陸的做法很清楚 就是要動搖部分邦交國 但是呢 我們應該是守得住 他覺得守得住邦交國 不用怕 然後呢 北京的世界衛生組織 WHO 流感疫苗選株會議 台灣直到當天凌晨一點 才收到邀請函 所以導致我五年來首度缺席 當然吳釗燮又叫罵中國大陸說 都是中國在打壓 所以莊老師 我也在強調說 請各位一定頭腦要清楚 我們這個國家從來沒有 在國際上從來沒有維持現狀過 1911年建立中華民國 1971年以前 全世界認為中華民國代表整個中國 1971年我們一再提了2758局決議文 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但是兩邊的事情和平解決 1971年就算我們退出聯合國 美國還是我們邦交國 日本還是我們邦交國 韓國還是我們邦交國 結果有守住嗎 美國 日本一直 包括蔡英文政府 任內現在又丟了五個 所以說要維持現狀 這個是自欺欺人 在整個國際社會我們是越來越弱 再來經濟實體 我們本來最強的說是 中國大陸經濟實體的45% 現在4點多% 4.2% 對 我們經濟也沒有辦法維持現狀 再來以前我們這個國家 還會上下一心為這個國家去努力 現在這個國家被民進黨政府 撕裂到怎麼樣 說真的 你要團結一次是最困難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相信對方嘛 包括剛剛在接受日本記者訪問 那個所謂的記者訪問 你看看 那個訪問的內容 像不像1.124選舉前 跟1.124選舉前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 又是什麼 中國大陸的網軍 又是我們自己內部有人來 顛覆 顛覆 講得都一模一樣 已經選完這麼久了 還接受一個記者 在講過去的事情 不是 他在講說所有 所有的我們批評政府的 就是內部的滲透跟顛覆 民進黨 這是以前國民黨在罵民進黨的話 所以現在 蔡英文政府是不能夠批評的 我們不能夠有 不能夠有不一樣的意見 而且當他叛國 他做漢奸 然後他對不起國家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批評他 對 所以我看過 在網路上看過一篇文章 我覺得蠻感動的 就是說 在沒有民主進步黨之前 台灣是和諧的 是上下一心的 是大家都認同我們的祖先 是來自大陸 我們是中國人 現在有民進黨 以後開始挑撥 開始分化 開始族群 對不對 然後跟我立場不一樣 你就是 你就是那個中共的同路人 這種分化挑撥 中國就是民進黨做的啊 台灣因為民主進步黨 從對外的國際秩序 從我們對內的團結 從經濟 從來沒有維持現狀過 對 從來沒有維持現狀過 而且 其實很多民調機構在問老百姓說 你是要統一還是要獨立 還是要維持現狀 都有這個維持現狀的選項 對不起 這個民調其實是誤導式的 因為不會有一個選項 叫做維持現狀 現狀每一天都在改變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當 蔡英文他就是要繼續走這樣的路 他整個政府就是把 掛著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然後幹台獨的事情 我們要怎麼辦 師誠 很難辦啊 你知道 尤其接近選舉這玩意更難辦 你知道如果我是中國大陸的話 如果我說中國大陸的話 我會講說 我打壓你 是你們現在 蔡英文政府打壓我好不好 我從以前就九二共識講到現在 我沒有改變過 請問一下你們現在 國民黨執政是九二共識 現在民進黨執政又換一套了 請問一下是誰打壓誰啊 是誰在發生改變啊 那你知道怎麼辦 我現在 我對台灣現在很好啊 可是 對不起國際現實 誰做的都要歸到我身上 我跟你講啊 自顯現在民進黨執政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只有靠跟中國大陸 嗆聲繼續維持他的政權 所以不論中國大陸講什麼 不論國際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要歸罪到中國大陸的身上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的糟糕 要靠民進黨來維繫兩岸之間的和諧 已經沒有救了 我覺得自顯 現在你看吳釗燮 包括陸委會 包括海基會 都不是在協調兩岸之間 或兩岸在國際上的這樣的和諧 不是 是在製造紛爭啊 請問一下這樣的團體 跟東廠西廠南廠北廠 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聽他們的話你就會氣死 我覺得如果按照吳釗燮這種 中國打壓的說法幹嘛的話 那我們以後永遠不要做事 為什麼過去我們能夠保持和諧 為什麼一天到晚講中國打壓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民進黨在故意挑釁嘛 就這麼簡單 這些人基本上都叛國了啦 對啊 就簡單都背叛中華民國 全部都叛國 你們的所作所為 都已經不把中華民國憲法看在眼裡了 可是呢 台灣之所以走到今天這樣子 哪有一個國家 所謂的民主國家好了 哪一個民主國家 每一天裡面 有這麼多人 他不認同自己的國家 每天都要吵說 我們到底是哪一國人 美國人如果每次投票 不管是選地方選舉 還是中央選舉 每天都要想說 我是不是美國人 還是我是什麼人 有這樣子的嗎 我們的國族認同 在一個國家裡面 中華民國裡面 你可以不認同中華民國 你就給我滾啊 這不很簡單的事情 你有種上山打游擊啊 把我們都擠垮再來啊 你今天掛著我們中華民國的招牌 幹盡的傷害中華民國的事情 中華民國怎麼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領土怎麼不是包括大陸 將什麼鬼話 可是幾十年來 之所以到今天這麼慘 不只是民進黨 還有國民黨 國民黨的黨主席李登輝的時候 開始改克綱 開始做認識台灣的事情 開始包庇民進黨 不是李登輝幹的嗎 說身為台灣人悲哀 不是李登輝嗎 所以這個從頭到尾 為什麼都沒有一個人 為我們台灣人負責 為什麼九二共識裡面這麼重要 就是兩岸彼此都互相尊重 那我更要講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吳釗憲 蔡英文 所有民進黨的人 現在選舉真的沒有部了嗎 他完全沒有部了嗎 他現在只有一部 把大陸當作是敵人 大家一起來罵他 同仇欺凱 好像同仇敵凱 更重要的說 美國日本誰會幫你啊 日本人敢幫你嗎 美國人敢幫你嗎 絕對不敢 吳釗憲氣血還罵WHO 他說WHO有檢討的必要 全世界人都應該 向台獨認罪 是這樣嗎 聽吳釗憲 說世界衛生組織 他的這個成立的宗旨 是要全人類 都能夠有獲得最高 標準的這個衛生醫療的 這種造福 可是台灣人民 卻被排除在外 那有這件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 世界衛生組織 的確是有檢討的這個必要 是中國的壓力 當然就是中國的壓力 我可以跟你講 這種人當部長 丟臉丟到家 你有本事你去WHO嗎 你有本事你去聯合國嗎 你有本事你去美國嗎 你有本事你去英國 如果你覺得 大家都台灣不公平 你去啊 這不是你的責任嗎 不要在家裡面 朝長當當罵來罵去的 你再狠 你不要在家裡狠 罵自己的人 他這個話的意思是什麼 大陸就是敵人 大陸就是仇人 是敵國 台灣任何人 要跟大陸做朋友 做兄弟 都是錯的 那台灣 絕對要獨立建國 因為是敵國 那你建什麼國啊 你現在有本事 你宣布建國嗎 你絕對不敢 趕快啊 不要等啊 趕快趕快 不要等了 我再跟你講 其實你看到吳釗燮 我今天看到他這個樣子 我覺得真的是 跟蔡英文一樣的無知 跟蔡英文一樣的貪心 貪什麼 下一次總統再選贏 你們選票投給我 我這樣講話 所以你們選票通通投給我 投一群笨蛋 我就敢罵他是笨蛋 為什麼 他所講的這些話 在國際上 人家都會笑話 真的都會笑話 我這邊要講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都在講九二共識 我不要講九二共識 裡面一個重點 除了一個中國原則裡面 還有一個重點 你在台灣講你中華民國 我在我大陸講我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當我們兩邊 在溝通的時候 我也不會講說 你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講 你是台灣地區 我是大陸地區嘛 互相尊重 這難道不是互相尊重嗎 那個就是我們的憲法 對 那就是憲法 但是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民進黨不要再去罵九二共識 你不要再去承認了 這是大陸給台灣 最大的尊重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講 這個部分你們了解 不了解 為什麼九二共識 裡面這麼重要 就是兩岸彼此都互相尊重嘛 那我更要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吳釗宣 蔡英文 所有民進黨的人 現在選舉真的沒有步了嘛 他們完全沒有步了嘛 他現在只有一步嘛 把大陸當作是敵人 大家一起來罵他 同仇氣概 好像同仇敵概 更重要的是說 美國日本誰會幫你啊 日本人敢幫你嗎 美國人敢幫你嗎 絕對不敢 你看川普這次 被金小胖修理一下 接下來我告訴你 跟大陸談那個貿易談判的事情 他還是會被大陸修理 你不要認為 這些國家都是很好欺負的 很好騙的 你更不要認為 美國日本人會重視你台灣這個戰略位置 我跟你講 什麼叫戰略位置 什麼叫島鏈 那是你畫出來的嗎 你圍一條線 說我們這條線連在一起以後 就可以把大陸封鎖了 大陸在巴基斯坦 已經找了一個出海口 大陸在太平洋子 台灣海峽上 他航行出入 你台灣 他已經把你包圍起來了 你還講說什麼一條島鏈結起來 美國人把你當作戰略位置 我覺得在吃人說夢 在騙所有的國人 我最看不起 蔡英文的就是在這裡 你騙你自己就算了 你還想騙所有國人 然後外國人 根本不是這樣想的 你要拿外國人 你說美國人 是這樣想一條島鏈 美國人真的 為台灣的民主自由 發生戰爭以後 他會去打大陸 他跟中國為敵 美國人不會的啦 而且大陸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兩個條件 你搞台獨 外國勢力 我必打 相信我 大陸一定打 不打的話 他根本就已經完了 那你為什麼要打台獨呢 因為你台獨佔領了 我們中國人的土地啊 所以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其實如果台獨宣佈的話 中華民國的軍隊 應該打台獨啊 不勞北京啊 是你中華民國的軍隊 已經被台獨佔領了 所以沒辦法 台獨要推翻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軍隊 難道去幫台獨嗎 那你怎麼不打台獨呢 你自己不打 然後人家只好來打啊 我們怎麼會生活在一個 這麼荒謬的一個世界裡面呢 然後我們講大陸 沒有大陸 台灣活不下去 叫做過分親中 我們廢話 我們中國人 自己不親中 親誰啊 能要親日本嗎 不要臉 真是 這個吳釗燮這樣講 接下去 他執行的是整個 蔡英文政府 他的所有的 反中仇中 然後拉美日 是不是 是不是 蔡英文跟武昭 其實也是 因為大陸的兩會 現在要開 特別故意在這個時候 要來罵大陸 要不然的話 這個WHO的事情呢 這是二月二十一的事情 這很久以前的事情 上個月的事情 怎麼突然間 這個時候跑出來罵 是不是眼紅看人家兩會呢 三月三日北京人民大會堂 召開大陸的第十三屆 全國政協二次會議 然後呢 三月五日 也就是今天 也就是明天 預定大陸第十三屆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二次會議會揭幕 三月十三日的時候 閉幕 會議總共是十一天 注意啊 全國政協的發言人 郭衛銘 他講什麼 我們倡導民主協商呢 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尊重台灣主流民意的 一個具體體現 島內各黨派各階層 都有表達統一的願望和權利 政協啊 是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 和專門的協商機構 可以在兩岸民主協商中呢 發揮重要作用 他說 很重要的說法 他說 大陸要台灣各界人士參與 整個的民主協商 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 尊重台灣主流民意的體現 他不影響 也不取代兩岸的協商談判 第二個 全國的政協 可以在兩岸民主協商中 發揮重要的作用 共同推動兩岸和平的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 第三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上 民主協商的形式 可以靈活多樣 政協會繼續深化 跟台灣各黨派 各團體跟人士的交往跟交流 跟廣大台灣同胞一起 共同推動兩岸關係的 和平發展 那這個發言之後 陸委會當然立刻跳起來罵 他立刻罵說 所謂的民主協商 只是在中國共產黨設定好的框架下 討論溝通 為其侵略台灣的政策背書的虛假欺騙伎倆 侵略台灣 所謂的侵略就是異族跟異國 所以陸委會 這個一樣都是叛國罪 因為你把對岸當成是異族 侵略台灣 台灣民眾絕不可能上當 第二個 根據陸委會的民調顯示 維持現狀才是台灣主流民意 而且長期以來佔八成左右的台灣民眾 不接受一國兩制 呼籲對岸認清事實 唯有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不設前提與我官方溝通 才有可能化解兩岸的分歧 妄想以統戰分化的方式 落實單方的倡議 台灣社會堅決反對 沒有人相信與認同 不設前提就是說 你蔡英文搞台獨 我還是要跟你談 就這個意思 你也無奈 當然無奈 你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你不鞏固這一個兩岸的一個和平 甚至於你不找尋一條出路 剛剛現場就講了 為什麼那個講說敵對 你不要去講你的中華民國 我不要去講 那就是所謂的鴿治爭議 求同存異 兩岸大家都是敵對的狀況 怎麼樣適緩則緣 大家不要這樣插下去 大家要拚的就是要往經濟這條路 然後你現在就搞得這樣 劍拔弩張 然後講說他欺負你 然後怎麼樣 你找尋辦法啊 讓他不要欺負你啊 你拳頭又硬不過人家 好啦 那你只在那邊一直叫 一直叫 他說美國日本的硬拳頭會來幫台灣 嚴德發說會日本會派兵 那是不是等到發生了 如果發生了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 誰堵得起 就像之前你講 我不會台獨打仗啊 不要找我 對啊 我絕對不會支持台獨 那作為一個人家 國家的領導人 你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心 你明明知道那是危險的 你現在一直跟老闆說 可能發生 發生的時候 就是人的來救 為什麼一定要讓哭到人家救 為什麼你自己不能夠 先把事情還沒發生就預防 然後兩岸就朝向虎和平下去走 為什麼不能夠這樣做呢 就如同剛剛信長講 你做為一個外交部長 如果有人欺負你的話 你走到那邊去罵他 你到WHO去罵他 為什麼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一直努力努力 努力到 我們能夠坐在那邊 你民進黨立法委員怎麼講 喪權辱國 現在換你執政 他說中國打壓 你講說 這是不得不的做法 同樣都是中華 台北 那你講說是不得不的做法 以前我們爭取到 你講說喪權辱國 好啦 那你告訴我 現在你連爭取 你都爭取不到 你連飛去那邊抗議 你都不敢 你只有叫幾個學生 去在那邊拉那個布條 講說我有來 這有用嗎 我還是覺得真的 實事求是 人民老百姓要的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吵來吵去 你要到的權位 你就是要做事 從包括對產經新聞的專訪 吳釗燮先後到的這個 蔡英文到現在他們 所做的這個舉措 然後吳釗燮說 都是阿公 都是中國打壓 我跟你講 他們以前罵國民黨說 沒有錢就不會選 他們是什麼 沒有這個中國就不會選 沒有中國打壓不會選 沒有長什麼 都是阿公 阿公 伊萌 都不會選 你這個是中國打壓 第一天知道 很多台灣可能生下來就知道 那你現在什麼 你無作為 那不是無能嗎 所以我說這個政府就是白癡 其實呢 政協會議很重要的一個事情是 他把習五點跟會台三十一條 都列入了全國政協的工作報告 其實一月二日的時候 我們葉文打權連續做了一個禮拜 就是告台灣同胞書每天 在美很細很細的向你講解 因為習近平講話 事情一定會發生 那列入全國政協的工作報告 就表示說 這個就是2019年的 整個大陸政府最重要的工作的目標 從中央 中央就會發給各省各市 每個省市他們的工作目標裡面 都有習五點 要推動兩制台灣方案 推動民族復興 實現和平統一目標 你看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維護和平統一前景 以前很少講到和平統一 以前是反台獨 這個是開始把和平統一 變成一步一步進入狀況 董哥 其實他所有的話就是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跟台灣的態度 就是台灣地區的態度 我們是寄望於台灣人民 因為我們對蔡政府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期待 對 那蔡英文執政快這三年來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很多事情根本就推不下 包括連日本的我剛剛講的 釣魚台的漁場 衝之鳥的漁場 他連這個馬航九時代他都保不住了 還講其他嗎 對不對 他一上任已經掉了五個邦交國了 世界 氣象會議他進不去 過去都可以 然後 那個航空 過去也可以參加 現在也不能參加 航太對不對 聯樂國的航太 然後 這一次的流感 他進不去 他這個是其實 他早就知道進不去 但他自己沒有很積極 為什麼 因為現在民進黨政府所有的部會 都在積極扮演說 中國大陸對我們 如何的打壓 如何的對不起我們 他們其實現在都在行訴 整個蔡英文 從他1月2號反駁 習近平以來主張的時候 那種態度 他自己認為是辣台妹 所以現在各部會 你今天看到外交部 陸委會 國防部 我們光今天就看 看到這三個部會 嚴德發 外交部 然後都有 都在表演那種 那種讓人家覺得說 奇怪 這不是你們該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在替蔡英文 敲樓打鼓嘛 台灣一直很想要有國際空間 然後我們進入APEC 大陸也在APEC 然後APEC在台灣 去年7月有一個分場會議 好 那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了 結果呢 大陸三位專家要來 那個是拿了叫做APEC的護照 你就應該看到護照 就讓他進來的 那是全世界就是 就是優待的 VIP中的VIP 結果把人家卡在機場裡面 從中午卡到晚上 這個政府是人嗎 這個政府是人嗎 你是恨不得台灣人 都跟你一起去死嗎 哪有這種人 欸 競平怎麼回事啊 政府不是 不只是不是人 是白癡啊 當全世界都已經拋棄了這個 冷戰時期 甚至後冷戰的氛圍 台灣還想要跟中國大陸打冷戰 然後你憑什麼實力去跟人家冷戰 環球網說 社評說 蔡英文狹揚自重 兩岸都不會買他的帳 他說蔡英文顯得很亢奮 而且越來越激進 很像是一個綠的政客 所以他們很亢奮 他剛剛董哥講明說 他用這種辣臺妹的身份 讓這個綠營的支持者 和他的這個支持他的人爽歪歪啊 很過癮啊 你最好學慈禧太后 搞一個這個星巴谷聯軍好了 這個不是更過癮嗎 當國台辦的發言人 安峰山在這個開村之後的這個記者會 還在跟那個陸委會 彼此這樣隔空霧向 為什麼 安峰山講出一個重點 台灣頭面人物 就講的就是蔡英文 吳釗健 你這些人啊 然後為了一點可憐的選舉私利 人家都看得出來 都知道你是為了選舉利益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台灣老百姓 我們在野黨 大家在這個長期在觀察台灣政治 對岸也看得懂 就為了一些選舉的私利 然後暴衝用這種方式去挑釁 然後就猶如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淵 這個是安峰山引用了這樣一個 這個古文來去諷刺台灣這些 蔡英文還有吳釗燮這些人 那你這些人會不懂嗎 他當然怎麼會不懂 從包括對產經新聞的專訪 吳釗燮先後到了這個蔡英文 到現在他們所做的這個舉措 然後吳釗燮說都是阿公 都是中國打壓啦 我跟你講 他們以前罵國民黨說 沒有錢就不會選 他們是什麼 沒有這個中國就不會選 沒有中國打壓不會選 沒有什麼都是阿公阿公 都不會選 你這個是中國打壓第一天知道阿 很多台灣可能生下來就知道 那你現在什麼你無作為 那不是無能嗎 所以我說這個政府就是白癡阿 兩會到底會對台灣跟大陸的 兩岸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汪洋聽他講 任人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 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堅決反對台獨 深化與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和人事的交流 參與舉辦海峽論壇相關活動 廣泛團結海外敲拋 維護敲拋的合法權益 諸委員 台灣一般的人不太了解大陸兩會的重要性 然後這一次政協呢 他習五點寫進工作報告 會台31條也做了總結 而且未來會加緊的推廣 在中共的體制裡面 在中共最上面有一個叫 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 那個對台工作小組 習近平就是組長 那政協主席汪洋就是副組長 那其他呢 設台各個單位 包括國安部啦 國台辦主任啦 這些啊 就是下面的主員 一定都是在下面 你好搞 到這邊開完會 開完會又有什麼意見 再交辦下去 弄過大家看好了 OK啦 才開始交給習近平去講 我在這裡就講 我在看 兩岸之間的政黨 我覺得都很好笑 像我打個比方給你看 我看中國國民黨十三 全國黨員代表大會 他的政治報告是怎麼做的 就在1988年 是吧 1988年的那個暑假開會的時候 第一天就是中央委員 開始要提名了 下午啊 李登輝就把他的辦公室主任 在蘇智誠找去 就口述他十幾分鐘 隔天他就把那個念出來了 然後呢 報紙在後天 也沒有全輪照燈啊 我在這裡告訴你啊 我了解中共的十五大 人家是怎麼做的你知道嗎 還沒開十五大之前 一年半 就開始蒐集各方意見 然後不斷到各地方搞調研 然後搞到最後隨時要像啊 他有個起草小組 然後要跟政治局報告 等到都弄好了 好 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了 總書記來那做報告 做報告完後 開會期間大家討論 還要修改些什麼 修改什麼完了之後 這不重要 重要是通過之後 要花兩年時間 從副總理這一集 開始學習 你怎麼把這個黨的政治報告 跟你分管的業務結合起來 然後呢 副總理這一集完了 就佈局的開始開會了 佈局完了 省佈局完了 就聽局局 這樣一搞搞到處局完 大概要兩年 所以說人家黨政合一 就真的這樣 那我們這邊呢 不是啊 根本沒有黨 都是個人 急性事的 川普跟那個金小胖對不對 你希望他們是像以前一樣 劍拔 張弩 試射飛彈 還是要多談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這個喔 我覺得台灣的環境 在這個事情更好玩 他說所謂的民主協商 是在中國共產設定的框架下 討論對不對 然後台灣民眾 絕不能上當 我們把這個 如果政府的關係 能夠心胸更大一點 更像那個金小胖的話 金小胖當初 川普是不是設下他的整個的障礙 整個的規劃 叫他一定要照這樣走對不對 要不然恐怕還會動武啊 金平 兩會這個 這一次的特別在於 剛剛你聽播那個汪洋的這個對話 那個談話 他今年把他的主軸 放在台灣的這個人士 他沒有特別著重在什麼黨派 或民意代表 像去年他有講到民意代表 那再加上這一次的這個全國政協 所謂的兩會 通常都是在每年的三月初 三月五號六號 像這樣一個召開兩次 就是中國大陸的全國人大跟全國政協 人大有點像我們的這個立法機關 政協比較像以前 我們台灣過去的這個國大代表 那這兩會呢 他把這個主軸放在哪裡 除了剛剛之前 你剛剛跟觀眾提到的習五點之外 他其實還有很清楚的 對於台灣就是鎖定青年 然後呢單方施策 就大陸他會有一些會台的這個政策 各省各市城市都會有 然後呢再加上官民區隔 所以跟你這個台灣的這個官方 他已經不會去直接對口了 然後直接塑造這樣一個兩岸的利基 那這一次你看他 你後面那個這個大螢幕 他寫民主協商不影響 也不取代兩岸協商 就是要告訴你民進黨官方 還有這個台灣的民間 不會像你民進黨官方 還貼個帽子一樣 什麼玉目名上一次 不是被這個陳明通這樣的恐嚇嗎 就是要這樣方式啊 教授就其實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要民主協商 要跟台灣各黨各派 多的人來協商來討論 川普跟那個金小胖對不對 你希望他們是像以前一樣 劍拔張弩 四射飛彈還是要多談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這個我覺得台灣的環境 在這個事情更好玩 他說所謂的民主協商 是在中國共產黨設定的框架下討論對不對 那台灣民眾絕不能上當 我們把這個如果政府的關係 能夠心胸更大一點 更像那個金小胖的話 金小胖當初川普是不是設下 他的整個的障礙 整個的規劃 叫他一定要照這樣走對不對 要不然恐怕還會動武啊 可是金小胖有沒有用頭腦 他用頭腦一次又一次的談到最後 我看到最近的一個漫畫 這是川普跟金正恩會面完以後 金正恩走開的時候 把川普身上穿的西裝 跟長褲都拿走了 川普只剩下一條內褲 就這次的談判 金正恩大贏 要弄點腦筋 在共產黨設定好的框架 對不起 這個中國共產黨設定的框架 剛好跟中華民國憲法框架一樣 請問你蔡英文 你要不要在中華民國的框架裡面 去討論 那會台31條很重要的就是 我不管你民進黨反對了 我要對你好 我就是對你台灣人好 就這麼簡單 就直接就發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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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